在今天视频的开头 为了让大家舒缓心情 先看一段我拍的美丽的风光 大家可以猜猜这是哪个瀑布 我给大家三个选项 第一 尼亚加拉大瀑布 第二 第二 广果肤大瀑布 第三 其他 山清水秀 风光好 我在这个美丽的风光里 给大家讲一个稍显沉重的话图 就是司马家头的前世今生 为什么大家说你小村里 你怎么就跟司马家头过不去了 对 那过不去那是肯定的 因为我烦这种正能量 他是正能量的起手 我当然要跟他过不去了 对吧 这个第二呢 我知道他的前世今生 你换个别人还说不出来呢 第三 这就是最近大家关于这个新闻传播的 因为张雪峰说这个能不能报这个新闻传播的这个硕士 引起的一番争论啊 这个新闻传播的一个规律 你要反复的重复你的观点 或者你要反复的阐述你所知道的事实 你不要以为你说了一次 全世界都知道了 不 当然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谁叫余利呢 那我告诉你 余利就叫司马南 那好多人还不知道司马家头呢 司马家头就是司马南 那个一个司马南怎么成了司马家头了呢 那肯定是头被家过 这些事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那我们一定要翻来覆去的给大家讲 先看看这个家头是哪两个字 这是我 这是我淋着铁 这个家头 这个家呢是这个赵孟虎的这个体系 头呢是唐银的 就是唐伯虎 唐伯虎这些 家头就是两个字 然后呢 他的意思也是这个实际的意思 就是把脑袋给夹住了 这叫家头 先说这个 你想买这个字 别买这个字 你往哪放 你没地放 你知道吗 这个 你要 你要买你只能放在家里这样 然后上面放上耗子药 然后就会有这个家头粉铺上来 吃了这耗子药 就完蛋了 就是这个意思 先说这个家头 这个正经八百的故事啊 这是被家头的故事 这个事呢 发生在2012年的1月20号左右 也就是农历春节前后 在这个之前呢 斯马南的微博上 他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他说 美国 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剥削世界各国 类似一个巨大的肿瘤 世界人民 都质疑美国 这好多人不明白说 这个马上要过节了 要过农历春节了 斯马南你发这么个微博 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说点拜年的话什么的啊 不能说拜性的话 拜气的话不能说 但是斯马南偏偏说了 说明他是一个 有铮铁骨的这个爱国斗士 他他与美国势不两立 结果 就在这个微博发完以后 斯马南坐上了 奔赴美国的飞机 也就是说 他质疑完美国 质疑完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肿瘤 他就奔着这个肿瘤就去了 去了以后 在美国这个华盛顿的机场 就被这个电梯 把脑袋给夹住了 这也是一个挺 挺奇特的事啊 你说是个正常人 怎么能让这个电梯把脑袋夹住了呢 诶 绝了 他的这个脑袋就是被电梯给夹住了 差点给夹死了 这一下这个司马南 在春节前夕骂美国 骂完美国 奔赴美国 过春节 然后被电梯夹住了脑袋 这个事 一下就在华夏大地上传开了 成了那年春节 老百姓 老百姓 娇口称道的一个喜讯 所以 我作为他的好朋友 就毫无意味 就给他起了个名字 就叫司马家头 司马家头的名字 就是这么来的 啊 我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 当时据说挺惨 因为家蒙过去了嘛 晕过去了啊 幸亏碰到了一个好心的中国人 这个司马家头 他骂美国呢 都是用中文嘛 因为他英语不行 这个中国人呢 英语特别好 这是个热心的姐姐啊 他呢 叫来了美国的这个警察和医护人员 费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这个 把司马家头 又给救活了 也该他命大啊 为什么他命能 能那么大呢 我分析一下啊 就是因为他的脖子经常动 啊 他这个脑袋天天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看哪能挣钱 啊 哪能骗人 哪能下手啊 就天天这么练 所以被夹了一下 也没事啊 一般的人呢 这个肯定就完了 就会骨折了 最近呢 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大姐哈 坐不住了 他在这个 网上 把这个就司马家头的这个经历 啊 他给 讲出来了 讲出来了呢 然后呢 就是 父母惊心吧 嗯 我来给大家念一念啊 还是那个老朋友 叫 枪枪 一言堂 他的内容是 司马南的救命恩人 向全国人民道歉 他的这个号呢 叫 飞姐 聊正经 我的家人十年前 在华盛顿机场 救了被电梯 夹得头破血流的 司马南 十年后 被司马南 及其团队迫害 跟农 跟救蛇的农夫一样 救了不该救的生物 被反噬 也是活该 拍照片的是我妹夫 照片就是这个著名的这个家头照片 哈佛毕业建筑师 这个不安政治 不认识家头 是家头托他拍的 家头 是想要俄机场 或想名垂千古 就不知道了 司马南的救命恩人 就是这位 飞女士 2012年春节前夕 反美斗士司马南 再一次骂完万恶的美帝后 就急吼吼的关上了电脑 屁颠颠的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的飞机 在那里 他的老婆孩子 正翘首以待 一家人 准备过一个团圆的春节 但好事多磨 或许是美国的电梯 过于先进 或许是司马南的心情 过于迫切 刚到华盛顿的机场 司马南的脑袋 竟然被机场的电梯给夹住了 头破血流 伤得不清 别看 司马南嘴皮子利索 但英语 可不咋地 连句 help me都说不出来 只能捂着脑袋蹲坐在地上 神情十分可怜 危机时刻 还是咱黄皮肤伸出了元首 已经定居美国的 菲女士的妹妹一家三口和老爸 去美国过节 看到血流不止 又孤独无助的司马南 就动了侧隐之心 决定留下来帮他 又是打电话叫救护车 又是跟车去医院 前后忙活了三个多小时 把司马南安顿好了才离开 为此还耽误了转机 就此而言 说菲女士 是司马南的救命恩人 一点不为过 这也是司马家头的来历 司马家头呢 当时在这个 这个微博上 这个 出现了这个 自己被家头的这个 这个照片 然后呢 他这个内容呢 也说得很清楚 他说 看到特写 些人若能生出残忍快语 那就尽情的看吧 都怪哈文姑娘春晚 未能让您尽兴 如果亲友看到了心里难过担心 告诉您 我现已无大碍 晚唐人街老友为我摆席压惊 照片是主动留下来的 帮我的同胞拍的 感慨呀 危难时身边飘过很多老外 但肯伸出手来的 无一不是自己的同胞 你看 到到这个时候 还他妈装傻逼呢 说 这个身边 危难时的身边飘过很多老外 也就是说这个老外啊 就不管什么国籍的 都不肯帮他 只有这个自己的同胞来帮他 你当时都 昏死过去了 你怎么知道 飘过去很多老外啊 啊 所以说 你是尾气功的鼻祖 这个 这不夸张 此后 司马南在美国被夹头的事就喧嚣互联网 成为2012春节里 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这样的曝光 堪称泄露机密 严重损害了斯马南的光辉形象 其恼怒可想而知 这个 现在你在网上搜 斯马南去美国之前 发的骂美国那条微博 已经搜不到了 啊 这就是我说的 这这叫爱国正能量啊 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啊 这个网间部门就能帮助他们把这些痕迹删得一干二净 就要塑造一个这个身无瑕疵的这个这个爱国斗士 但是对不起 就你们找的这些爱国斗士哈 个个都是劣迹斑斑 你根本就删不干净啊 这个删了这一条 他马上就会给你又出来三条 他就是这人 没办法 你们找的就是这些人渣 另外 斯马南在美国买房的事情也开始大白于天下 就这个时候 就是他被夹头的时候 但彼时的斯马南是万万不能承认的 因为这太过致命 一个以骂美国为己任的爱国大V 竟然偷偷在他眼中盯的国家买房 连老婆孩子都生活在那里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己吗 以后还怎么收割粉丝 于是乎 斯马南和幕后老板发动所有资源 开始对相关帖子疯狂投诉 删帖的删帖 封号的封号 非女士也没幸免 也就是救他的那个非女士 也没能幸免 这对非女士而言当然无法理解 我救了你的命 你却炸了我的号 这不是农夫与蛇 东国与狼的现实版吗 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自此 非女士和斯马南结下了梁子 从此 隔空骂战 不共戴天 前几天 又有网友发帖讨论此事 非女士难掩心中悲愤之情 正式向全国人民道歉 早知如此 谁会救她 原谅我们好心 办了坏事吧 评论区 网友对非女士的道歉左右为难 不原谅吧 救人是中华美德 原谅吧 看斯马南产生的危害有多大 所以大家只能调侃 当时不救该多好啊 这也算非姐一生的黑点啊 你个失足家庭 给我们带来千古恨 但后悔已经晚已 斯马南这辈子 干过很多不地道的事 以这一件最为不地道 救人一命 再生父母 不失求你下跪磕头 喊爸妈 但救命之恩 牛马相报的美德要有吧 哪有不报恩 反而捅刀子的道理 这不是白眼狼吗 非女士已经向全国人民道歉了 斯马南是不是也该向非女士 和全国人民道个歉呢 就看他有没有做人的底线了 另外 你愿意接受非女士的道歉吗 我们愿意接受非女士的道歉 非女士 你也不用 就是这么和自己过不去 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 这个做了一件好事 救人一命 胜造奇迹浮屠嘛 虽然你救的这个人不对啊 咱就当练练手 你万一哪天你要又碰上一个好人 遇险了呢 你救人的本领就会更高更强 但是从我村友园的角度来讲 确实这个司马家头是不该救 为什么呢 还不是我跟他的个人恩怨 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 真的 灾难深重 这个 刚才的倒数第二句话说 就看他有没有做人的底下了 说的是司马南 那我现在明确的就可以告诉你 没有 司马南不会有做人的底下 你看 为了逃有关部门的欢心 他就会去骂墨言 墨言是大名鼎鼎的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中国作家或诺贝尔文学奖的 欺质可数 墨言毫无疑问是为国争光 毫无疑问 但是司马南就以这个 墨言抹黑现行这个政治制度 抹黑这个现行的这个 人民生活 以这个为由 恶毒的去攻击和诅咒 墨言 他知道在当今的这个环境下 这墨言无法张嘴 换句话来说 要是二十年前 那他说这样一句话 全国人民就会再次加他的头 这个投机商啊 就真的是会投机 但是可惜就是有那么一批傻逼 就是我说的这个司马加头的粉丝 一帮傻逼 就死死的粉丹 他就傻成这个样 你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说司马加头的粉丝 是傻逼 我觉得这么说呢 一个是 简短 省时间 这样呢 也准确 其实呢 真要分析起来 我想念我一个朋友的这个朋友圈 因为没经过他同意 所以我不能这个提供他的名字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趋利避害 愚蠢是一种重度残障 也是一种精神病 有着极大的危害性 既害自己 更害别人 当静而远之 并躲得越远越好 最好出走 信息垄断 能使一个智力正常的人 长期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爬行 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所信的 只不过是一串串骗局 一语道破 我们不是失去了分辨鼠头的能力 而是失去了分辨鼠头的权力 他说了四句话 是我们 你看看是不是你耳熟的 经常听到的 这四句话就能勾勒出这个民众的这个众生效 第一句叫来都来了 第二句叫死都死了 第三句叫不行就算了 第四句叫差不多就得了 我觉得起码我和我身边的朋友 都在不同的场合 分别的说过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再加上一句 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就足以勾勒出一个民族的众生效 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 省吃俭用 是长期不得已而养成的习惯 这不是什么传统美德 省吃俭用 如果是传统美德的话 那就证明 这个地方一直很穷 不是所有的生育 都叫生育之恩 养育之恩 有一种叫做苦难延续 还有一种 叫做造孽 我从来不信什么 一夜成名的传说 也不相信一夜暴富 只信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如果有一天 我的努力配得上我的梦想 那么我的梦想 也绝对不会辜负我的努力 记住一句话 任何值得去的地方 都没有捷径 我觉得我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圈 我当时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 他说的太好了 有点像这个鲁迅先生 这个鲁迅先生 一辈子干什么呢 他就分析这个中国的 这个国民性 这个中国的国民性啊 就是叫你哭笑不得 奈何不得 让你欲哭无泪 让你没法帮助他 叫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像鲁迅先生这个笔下 勾画的那个 那像阿Q那样的人 临死前还在纠绝于 自己画的这个圈 圆不圆 这种人你怎么救他 对吧 我们祖祖辈辈啊 就这样的人太多了 呃 所以我比较钦佩的 有这样几个人 比如说 曹星之先生 比如 远阳初先生 啊 比如胡适先生 啊 呃 比如梁树民先生 曹星之 胡适 梁树民 远阳初 这些先生 他们做的是什么呢 叫民众教育 这有些人 对他们的情况 不太了解 老以为他们做的是 这个普局教育 啊 是这个 农民十字教育 扫除文盲教育 不对 啊 他们做的是民众教育 民众教育 还有一个词 叫什么呢 叫启蒙教育 就是要让你知道 人生的道理 这个就叫启蒙教育 所以这个教育 是最可怕的 司马家头 那更怕有人 这个对公众 做启蒙教育 因为你只要给人启蒙了 他明白一点 他就不会做家头的粉丝 你这个政府 或者有关部门 你想用这种大话 虚话 假话 谎话 你去骗这个人 你就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人只要达到了启蒙 他就没有那么容易 比如我今天 我就想办法 跟大家起起萌 我就给大家讲讲 这个爱 这个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爱自己 这是第一位 你连自己都不爱 你还能爱别人吗 然后比这个 能跟这个比肩的 还有爱花 爱草 爱小猫 爱小狗 爱小蛤蟆 爱蜻蜓 爱自然 爱山 爱水 这都是大爱 这必须要做到的 爱真理 在这个以外 你把这些都能做到了 你才能做到爱集体 你才能做到爱祖国 这是一个爱的顺序 所以一个孩子生下来 我就培养他 爱祖国 那就不是启蒙教育 甚至说 那就是不对的 换句话来说 他爱不了 就这个人连旁边的人都不会爱 去出去 这个人多的时候 排队 他都不会排 人家他出去买东西 人家多找了他两块钱 他都不知道退给人家 他要把他塞 塞兜里 你指望着这样的人爱祖国 比如像司马加头这样的人 爱撒谎 他明明要到美国 跟家人去团聚 这个 他还骂美国是肿瘤 因为加了头 这事儿才败露 又过了这么多年 才败露了他在美国 还有三处房子 就这么一个虚伪的人 这么一个虚假的人 他连真话他都不爱 他能爱祖国 我换句话来说 你爱祖国的人 你能由这样一群人组成 你能放心 我觉得那也太幼稚了 真的 那也太幼稚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我们能同步的思考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如果这个问题 我们能想明白了 我觉得 我的这个 学习远洋出 陶行之 胡适 梁树明先生的 这个民众启蒙 我也算 迈开了一小步 不要小看一小步 有时候 我们集体 迈出的 一小步 就是 民族 迈出的 一大步 期待 每一步 都扎扎实实 大家还可以问 这个司马家头是应该跪在我面前 给我下跪的 不光我救过他的命 他还得罪过我 还侮辱过我 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都应该跪在我面前 我对这个人了若执掌 如果你们 想这个 了解这个 司马家头的既往 你们就私信一下 然后我的朋友 看到这个留言 他会通知我的 我会专门做司马家头 和转机 专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俩脏事 要放在一起做 谢谢大家